林花更懂这首歌 直到曾义的出现 却成了她最后悔的一件事 让林花万万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会被曾义 逼到站起来飙歌 就比如20年 凤凰传奇在参加某商演的当天 林花却在演唱的过程中 突然忘辞了 虽然两人在最初的歌 彩排的期间 林花就包揽了大多数的歌词 但这次紧张到忘辞 林花绝对是第一次 毕竟连凤凰传奇的歌迷都一致地认为 曾义只是想赚一点林花钱来花 笑死啊 你管这叫吐得吊渣的凤凰传奇 你们的歌会有一点金木水火 你喜欢爱风险险的清晰 才真实实的杀你 你说人们的地图应该会打来你 但令他们都未曾想到的是 自己会被某专家质疑歌太吐 因为在这些专家看来 凤凰传奇也只是靠着广场舞才有些起色 因为他刚才说两位老师你们的作品很有国民度 我一走出门到处都是你们两位的歌 我并不是主动的去听两位老师的作品 可就在凤凰传奇演唱临近结尾时 他们所翻唱的这首海底 就如邓子奇狂诈央视春晚的倒数一样排名垫底 凤凰传奇的这首歌 在这档节目播出的当晚 单单是在某平台的播放量就高达3.4亿 也是从那晚开始 曾毅也被央视清点为御用说唱歌手 试问就曾毅十年前的这波说唱 歌下又该如何应对 祸操 凤凰传奇这首歌差点给曾毅干猛了 这也是曾毅最惨的一年 这年凤凰传奇在唱片公司的帮助下 登上了那年的央视春晚 但彼时的曾毅 其实早在当时凤凰传奇在靠着星光大道出道之后 就被某家唱片公司给相中 可是这家唱片公司却只相中了零花艺人 这才连同曾毅一起签约了过来 然而让整个唱片公司都未曾想到的是 凤凰传奇在被签约之后的第一年 推出的专辑《月亮之上》 单是彩铃的下载记录 就已经高达7900万次 而曾毅在此时也向唱片公司证明了一件事情 我可以摸鱼 但不是真的猜 月光照耀在尖地水本苍茫 月亮花轻轻在星山开放